和四封存不發電竟然是順麵包工房 做麵包 做麵包 啦啦啦 大家一起來做喔 這麼溫馨的場景真可惜大家沒辦法親眼看到 因為這可是和四場專順麵包工房呢 有民眾跟蘋果投訴 和四從2015年7月1日開始三年封存計劃 今年台電還變了8月來補存 但已經封存不用的電廠 去年中竟然還花近40萬元 把廠區內不用的廠房改建成烘焙房 批評和四應該改叫 龍門麵包工廠廠廠廠廠廠廠 老四連續兩年以年度保安監控勤務劑 輻射防護管制 相關工作發報人力工作 月表金額去年有1180萬元 但投訴人之一 一半工作都跟照標內容無關啊 麵包工房可能只是拼身一腳 不曉得何四還亂編了多少預算符報呢 台電回應 因為何四龍門店廠偏遠 員工有四五百人 要辦慶山會或聚會 準備餅乾麵包不太容易了 加上員工好有才華 才把廠房改成烘焙房 換我台電傻傻的 既然都已經蓋好烘焙房了 應該亡羊補勞展現員工好手藝 開放龍門麵包工坊 照顧地方百姓 回饋鄉里贖罪才是 玄火中心 爆炸 醬油石 為止 今天